大家好,我是老谭 欢迎大家继续收看加瓦项目实战 HiGo网上上乘 上次课呢,我们将 管理员登陆界面的验证码呢 产生了,那么这次课呢 我们接着来做具体的功能 那我们做一个管理员的登陆呢 实际上跟普通用户的登陆呢 是类似的 但它的判断呢会稍微多一点 比如说,这个地方首先呢 它应该去判断验证码对不对 接下来再判断用户密码 是否跟数据库里呢 能够保持匹配 还有一步呢 需要判断这个用户呢 它是否呢是超级管理员 所以呢在这个判断的时候呢 条件会稍微多一点 那我们呢 回到UserAction 在这个里边呢 我们重新来写一个 登陆的方法 叫AdminLogin 首先呢 我要能够得到界面上的验证码 这个验证码呢 是从界面上得到的 名称呢 我是保持一致了 就这个 接着呢 我应该取到 Session里边的验证码 .get 这个里边呢 它是存在了 RandomAction里边 在这里 我们现在就要取过来用了 然后呢 把它变成一个 字符串 第一个判断 如果 Vcode 不等于 这个界面上来的验证码 那说明验证码呢 没有对上 这个时候我们肯定需要返回到 超级管理员的登陆界面 我们等会呢 许名叫AdminLogin 但是如果我还要带上一句话回去呢 我们可以使用一个 Session的属性 Message 来帮我们带这句话 验证码 不正确 好 这是第一个判断 是验证码 并不对 那如果验证码 对了 那我们的下一步呢 应该是到 数据库里边呢 去按照用户名格密码 去查询用户 等于user.getname user.getpassword 同样的道理 先来判断 如果优数等于空的话 那就说明了 在数据库的用户表里边 根本就没有这样一个用户 但是我们的提示呢 一般都会这么给 用户名或密码不正确 它仍然返回到 admin login 就是说 如果是没有查到合法的用户名格密码 那肯定是没有这样一个用户 接着呢 那如果说查到了这个用户 但是它的getroll呢 它并不是等于a 那就说明它就是一个普通的合法用户 那既然我们这要是管理员登陆呢 你肯定是没有权限的 我们就写一个权限不足 还是返回到admin 如果前面条件都不满足呢 那我们就可以呢 将它存起来 这个存起来的语句呢 跟这儿是一样的 接着呢 返回到 admin 好 通过这一段简单的判断呢 我们就将超级管理员的登陆呢 理得比较顺了 首先第一步呢 是做验证码的判断 如果验证码不正确呢 根本就不会往后边去查询 如果验证码正确了 再去查询数据库里边 是否有合法的用户名格密码 如果没有的话呢 我们也应该呢 返回到登陆界面 如果有我们还得判断它的角色值是不是A 如果不是A呢 我们需要提示权限不足 仍然让它回到官员的登陆界面 只有最后呢 前面说的条件都不满足呢 我们才能够说这个用户呢 是一个合法的管理员 并且允许他进到管理员的首页 去进行管理员的操作 好 这段大家要能够理清楚 它更多的是一种逻辑上的判断 接着呢 我们再回到strat里边 将这几个result配置好 第一个result 叫admin login 好 第二个呢 copy一下 这个叫admin indest 好 这两个配置呢 我们也写好了 再回来呢 我们就需要将这两个属性呢 产生get set Message呢 如果回到了页面 我们还要做一个简单的判断 我准备用一个脚本来做判断 我们放在底下 这里呢 我通过一个say if 上面应该是引入了 没有问题 那我就直接写 我判断的依据呢 是 如果message不违困 我在这个里边呢 就写一句alert 好 那现在我所有的代码呢 都写完了 我现在准备来测试一下 首先呢 我刷新一下页面 接着我的验证码呢 我随便输一个 让它对不上 会有一个提示 验证码不正确 那如果验证码是正确的 当然这个用户名的密码呢 之前我保存过 应该也是合法的 它就告诉你呢 权限不足 因为 这个用户名的密码 虽然在数据户的表中 存在这么一条记录 但是它呢 是一个普通用户 而我们这样呢 要求是一个超级管理员 所以呢 它也不会让你呢 进到 后台的管理的首页 那如果我用 合法的 超级管理员账号 admin 来进行登录 验证码呢 也是对的 再点击一下 重新来一遍 好 这次呢 我们就进到了 后台的管理见面 那么本次 我们主要的一个 关键地方 就是如何来做一个判断 这个判断呢 它的条件比较多 首先呢 实际上码 接着是普通用户 接着是用户名 跟密码 最后一步呢 是角色 那么有了这几个判断呢 我们就需要注意 这个值 这个消息呢 如何带回去 也是我们的一个小重点 我们通过一个 私有的支付券 Message 来把值存起来 然后回到了页面呢 我们通过一个脚本 来进行提示 这个Alert脚本呢 它放在了 SeeIf里 所以这个脚本 有可能会出现 当Message 不为空的时候呢 它会出现 所以脚本会执行 那如果Message 没有值的话 那这个Alert语句 根本就不会出现 好 通过这一段 比较原始的 弹出动画框呢 我们就 给应用了一个 明确的提示 当然对于这个对话框呢 我们也可以使用一些 比较流行的JS文件 来做得比较专业 比较漂亮 好 那么本次课呢 我们主要是针对 超级管理员的登录 实现了一些功能 现在呢 我们已经正确的进到了 超级管理员的 后台界面 那么下次课呢 我们将进行 商品分类的添加和维护 好 本次课我们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